下市洪仲秋的猝死 这个禁闭式的监视器镜头 疑似现在被灭阵掉了 那么一名269旅退伍士兵就爆料 说这个监视器的主机就在战情室里头 而通常在这个编制上 就会有一名战情官 跟其他的1234的四名士兵 大家来早晚颁轮值 所以就高度怀疑了 是不是在这个战情室的军官 下令来灭阵呢 那么虽然光看这前后两波的成熟名单 那么几乎没有一个是写到 跟战情室有关的 但是你看到在这个名单来看 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些端倪呢 我们看到了包括了参谋主任上校 黄文奇被记过一次 他是高情官 而总执行官看到包括了 作战科长中校许公伦记过一次 另外包括了这个戴子伟记过两次 还有这个中卫作训官蔡维浩也记过一次 另外少校通信官洪正帝 以及中卫资讯官等等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个名单里头 当然也透露出了一些讯息 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从战情官到这个总执行官 甚至连高情官都有可能设案 红仲秋安国防部送出两波成熟名单 其中最关键证据就是战情室内 十六分割监视器出现黑画面 但光看成熟原因 却没有看到有人直接受罚 一名两六九旅退伍士兵就爆料 战情室就位在旅步大楼地下室 里面除了监视画面主机还有电脑 每天由战情官和两名战情兵 两名画台兵共五个人轮流看守 监控画面是滴水不漏 除了四名阿兵哥 其中最重要的第五个人 当天下指令可能会是谁呢 其实真正细看陈储名单 有人质疑当天的战情官 就是被寄过一次的参谋主任黄文奇 但外界认为他位阶高可能性不大 而下一届总执行官可能是作战科长 中校许公伦或是人型科长戴子伟 两个人也都被寄过陈储 假使这两个人也被排除 中卫作讯官蔡维浩少校通讯官 红正帝中卫资讯官都可能是当天下指令的人员 以陈储名单来看就有作讯官被陈储 因此被质疑当天他就在里头 但也不能排除另外两个人是否有轮值 但毕竟一切都还是外界猜测 到底当天是谁在里头轮值 是不是有人下达指令企图灭政 还得等军检公布轮值名单 给个交代 解开监视器黑影的大谜团 同学们 装神力 洪婷在台北报道